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我想很多人都很想要种菜 但是又想说要怎么去种菜啊 其实我今天是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个水壶 水壶可以做什么呢 最简单你就在家里就可以种出一种蔬菜 就是豆芽菜 你只要去那个杂货店嘛 像我都去杂货店买那个那个绿豆 这个看像这种绿豆 这个绿豆很便宜嘛 像这样半斤才25块 那我敷了一些还剩这么多 那事实上这个这个是非常便宜的 那就用这种绿豆去给它泡水 泡一个晚上 然后就去给它敷豆芽 像我这一次我就是用这个 不锈钢的那个水壶来敷豆芽 感觉那个以前敷过啦 那最近觉得效果非常的棒 然后因为这个不锈钢水壶的话 你就根本也不需要再去拿那个黑色的布啊 什么来把那个容器造住 这样子就可以 那这个样子长出来的绿豆就很漂亮了 大概我大概敷四天就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叫做种菜方式嘛 那蒋老半年也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绿豆 来 这个 有没有看到 现在已经叫豆芽了 就叫绿豆芽了 豆芽 不是绿豆 它的前身是绿豆 现在是叫豆芽 豆芽 我拿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哪一个 这个 满满的你抓到多大一把 我都抓这样 小小一把 这样一把 嗯 因为它泡水以后会膨胀 嗯 那我要不要抓一些钱 当然要啊 不然也是要抓出来煮啊 因为今天晚上顺便就做菜 对啊 对啊 我想说长很大 后来我就没有给它再浇水 就直接放冷那个 放冰箱 这第四天吗 对 差不多第四天 第五天 嗯 应该算第五天了 这个 要抓一些给大家看 这个 长得还蛮快的 来 各位没有看到这个 蛮鲜嫩的哦 哦 水嫩哦 嗯 嗯 对 嗯 有人想要尝试种菜的话 这个是 算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对啊 整个茶壶就放在冰箱就好 就是天气热的话 如果你要敷豆芽 就可能要放在冰箱 像最近天气还ok 我就是放在这边 或是放在那个饭桌上 就这样而已 然后每天要给它 就是换怎么讲 冲一冲 然后水要给你干 说时间到了 它已经长大了嘛 对啊 所以就不需要再 再说一直加水啊 然后温度弄低一点 让它生长比较缓慢一点 对 所以我这个等它 差不多四天到五天的时候 我就放冰箱也没再浇水 对 保持这样子 而且这个也不会马上坏掉 然后它就是会让它 生长比较迟缓一些 嗯 然后各位也不用担心 你看还算还满满吧 你看 算已经掏了一大堆 我只掏了看 还剩那么多 看到吗 嗯 我是觉得这个 如果说要敷豆芽 这种方法是相当不错的 我想说水壶一般 这样子 家里都有吧 对啊 要不然其实 你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罐子也可以 只是说罐子会透光 所以你可能需要用一个 外面再用黑色的塑胶袋之类的 把它封起来 因为豆芽菜很怕见光 见光它就会比较 感觉比较不好吃 对 那当然这个豆芽菜 今天就是要炒啦 炒当然就是 最好搭档就是韭菜 跟各位讲 这个韭菜也是我自己种的 我是种在那个楼上 那也是种韭菜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种一次 然后我看我这个大种了十年 就每年都有得采收 然后吃也吃不完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种菜 其实韭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这个豆芽菜也是很不错 最近有个缺点就是得病了 得病了 这都难免 老实讲那个韭菜都会有一阵子 好像不是因为高温潮湿 还是怎么样长得太密 它就叶子上会长那个 像黄绣 应该叫什么饼 就是黄黄粉粉的那种 像铁绣一样 像铁绣一样 可是我都会把它整个铲掉 其实我的影片都有介绍过 就是整个铲掉 让它重新长 就会长得很漂亮 那这个是这一次采了一些回来 因为我有在富多瑶想说 这一次就跟它一起弄 那今天我是要把它炒一炒 那炒起来真的很好吃 我想各位如果说有去买 买的话买 常常菜市场也看得到豆芽菜 其实自己敷很简单很便宜 然后也不费工 相当的简单 然后自己敷的豆芽 你也算是比较放心 我就这样洗一洗就可以了 韭菜我是洗过了 那我们就把这洗一洗 我们今天就来炒个 那个叫什么 韭菜配那个豆芽吧 对 很简单就这样敷 好 我把它洗一洗 好 我想应该很多也是想要种菜啦 那就是这个是很简单的 怎么讲 方式大家可以试试看 因为自己种的其实都还好 韭菜把它切一切 好 韭菜把它切一切 就加一些那个蒜头好了 嗯 就加一些那个蒜头好了 好 好 你有没有要加红葱酥什么 红葱酥啊 红葱酥 如果加红葱酥就用烫的喔 对 那不一样 那红葱酥你是到时候加 是烫的 这个就是说 就加点蒜头 嗯 其实我是觉得就算不加蒜头 没什么关系 因为韭菜本身味道就很浓了 对 加不加蒜头 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我是觉得还还好啦 有些是说 如果大家有在吃泡面的时候 有时候加一些这个 豆芽菜也真的 嗯 我是觉得是相当的胖 就这样就炒一炒就好啦 很快 好 我们就来炒菜咯 如果敷一些豆芽的话 你就随时都有青菜可以吃嘛 嗯 有时候没空出去买菜 你就 敷个豆芽 很方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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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豆芽放下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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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簡單單 一道 美味可口的 韭菜炒豆芽就OK了 這兩樣菜都是我自己種的 然後也非常簡單 然後鼓勵大家就是 都自己種種菜 吃自己種的菜是非常棒的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大家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我家種的菜 好我把草可以到好的料理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囉